刚说到操心啊 我们还有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编导之前啊 收到过李老师这样一条微信 我给大家念一下 这看着李老师多操心来了 是这样说的 接车地址冒号 北门括号 建筑两旁都有车库进出口 逗号但不必入库括号 如有午饭请订两份牛肉饭括号 加点小菜括号完即可 添麻烦了谢谢 我觉得您这太客气太严谨了 别给人添麻烦 什么事你都给人说到前面 就方便了 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别人考虑得多 真适合我们今天这主题啊 操不完能心 李老师咱不能说李老师爱操心 他特热心的 我见李老师我特别亲切 因为我们哥俩跟李老师合作 有一回我们在后台 跟那个金明姐 等于说呢 那个李老师跟金明姐 弄了点那小蔬菜呢 和这个小水果 她在另外一个化妆间的这个化妆 我们娘仨呢坐这儿聊天 聊天呢我们拍一个小品 李老师说 那个孩子你吃点水果 我说我血糖不好我吃不了 黄瓜能不能吃 黄瓜 我说黄瓜能吃 我吃黄瓜 对 那个你们那搭档叫 我说叫金飞 对对对 他吃点什么呀 我说他不吃 我说您甭管他 我说咱一会儿过十分钟 不行 他好像 我看他怪兽子 要不咱让他吃点别水果 我说他不吃 我说你们管他了 又聊十分钟啊 我们一直聊旅游的事儿 结果又聊十分钟 你们俩先聊啥 我给他端过去 这真热心汤 这真热心汤 我现在我回想了一什么事儿呢 因为我跟李老师也演过小品 但是什么也没让我吃呢 李老师关注的都是瘦的人 不是 这金飞都瘦成那样 我得给他像你这个模样的 人家不关心你 其实心里的暗暗在操心 哪个指标高我 我得一会儿问他吃什么呀 黄瓜也没有了 我和小周我们是家的一个 我们是我们的那个小品里头 他说李老师您再串一个 串一个就让我上的 就小周他们那 那可不是吧 就是当时就上场了 那您把那端过来呀 端过来呀 你呀 少擦点这些